嗨 兄弟们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内丝 有的客户自己在家取断丝 会给这个内丝 给他搞跟转了 然后漏水 然后我们今天用我们这个模头 给他先换一个 我们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是一个取这个 里面的内丝弯头的丝 我们先给他引上去 打个比方模仿这个在墙上 给他拧进去 然后我们给他装到这个焊枪上 装到焊枪上 好 现在这个已经拆下来了 给这个模头 其实这个一定要先装进去 装到焊枪上 给他装上 好 给他拧紧 相当于这个在墙上 然后这个是焊枪 连接焊枪 然后我们现在通电 好 我们现在给他焊枪 给他擦个电 好 现在焊枪在加热了 然后我们现在给他放在这个地方 现在焊枪已经在慢慢加热了 已经有温度了 下面是刚烤的水 擦一下 焊枪已经加热了 我来看看 加点水 看看 已经很热了 现在正在加热 快了 好像这个地方有点起皮了 现在已经起皮了 现在已经起皮了 看 摘出来啊 好 现在慢慢稳 好 看 这个坏的内丝就取出来了啊 这个质量还是挺好的 看看 这里面是这样的啊 这个取出来就不要了 等一下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新的摩头 给它焊进去就行了啊 这里面给它拨大一点 这个质量还是可以的 你看这个 趁热给它拨大一点啊 好 很好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给这个摩头给它取了 这个摩头就用不上了啊 它比较烫哎 小心啊 别烫手了 这要维修有风险啊 好 我们给这个摩头给它拿下来啊 把它放在一边啊 就烫了啊 然后下一步呢 然后下一步有一个专用 专用焊这个摩头的啊 你看这俩是一套的 看这俩是一套的 刚好可以焊焊这种摩头啊 然后这个呢 然后这一头呢 是刚好焊这个的啊 你要不匹配的是装不上的啊 你看 这个摩头是刚好的 这边摩头是焊这里的 焊类丝墙里面的内丝里面的啊 然后这个呢 这样焊进去啊 我们给这两个都装上去 直接装上去啊 别烫手了啊 这个现在很烫的啊 碰到了就拿手 这个现在是凉的 可以这样 给它粘上去 然后我们给这个插进去 好临紧啊 临紧也等待这个加热 加热等一下 我们可以就给这个摩头 直接焊到这上面去行的啊 直接焊上去 稍等一下啊 其实这个材质还是可以的啊 这个是一个好的弯头 好像这个直接大小头的这个直接 这个直径跟它差不多 看如果好像这个两个差不多 跟它直径 直径差不多 如果如果没有这个东西 可以用这个代替啊 这个直接插进去也行 这个直接焊进去也行 然后这个地方 再搞个什么内丝 直丝啊 但是那就很丑了 就不好看 我们看之前 最好把这个这个前面套一个脚阀 我们找个脚阀过来 我们看街的时候 提前要装个脚阀在这上面啊 原来等下焊接你这样看 你要这样没法拿 对吧 这样套个套个三脚阀在上面 然后这样这样对的啊 我再等一会啊 等这个混灯等这个混灯亮了 我们就可以焊接了 好现在这个混灯亮了啊 这是加热最大的了啊 我们就可以焊接了 最好先给这边烫一下 用个东西倒一下 如果这个是在墙里面的就不需要了啊 就不需要挤了 可以直接用焊枪挤啊 好这边烫了 烫的差不多了啊 我们给这个刚好搅拔的 好现在烫好了啊 快速的给这边拔出来 然后这样 用力 压平 压平啊 好 这个压平 这个就可以取出来了啊 看看 这个修出来是不是很好 你看这里面也不用打毛什么东西 有的好像还用洗刀 其实不用啊 非常漂亮的啊 对不对 是不是非常漂亮 学会了吗 你看 非常完美啊 只比老的多那么一点点啊 一般也不影响装花场 是不是很完美 这边上挤一点出来也不要紧 是吧 你要有条件的可以修一修 一般在墙里面也不需要 是不是很完美啊 点个赞啊 本集就分享完毕了啊 拜拜